好 不管学国语啊 数学 社会 自然等等的科目啊 是小孩子从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都要学习的 好多科目要学好 但是呢 有的家长啊 这个就是去这个 就是主张啊 小孩子在家里面自己学习嘛 然后在家子里面呢 自己来教的时候呢 就可以自己打分数 结果呢 竟然发现有在家自学的学生 八科通通满分耶 这样子的分数可以不用参加基策 直接来申请上高中 也有其他的家长就反弹了说 这样子公平吗 国中生灰汉考基策 埋头苦读 就为了能进明星高中 不过台北市区有一批学生 不用考试 再加自学 靠家长打分数就能上高中 透过这个北新计划的方式 进入他们学校 可是他看到他的国中的在学成绩 全部都是100分 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原来这么夸张 这名仁爱国中学生 居然八科成绩都拿100分 一查才发现 分数是家长打的 学校还没有权利审核更改 这样的成绩就有家长投诉不合理 挤到正常上学学生的权益 可能需要再加自行交易 他会提出一个申请书 报到交易局来 那交易局呢 会组一个省议委员会 一位呢是到申请到了华江高中 一位到这个木造高工 他是外加的 他不会影响他所属国中其他同学的权益 北市教育局澄清 由省议委员会帮忙审查资格 只是看看过去两年 申请在家就学的审核通过率 分别高达98%跟96% 高得吓人 难保不会有心人利用捷径上高中 毕竟光靠家长打分数就能申请高中 哪公平 我们会在条件上会有一些限制 因为确实是会有一些公平性的问题 承认有缺失会立即改善 当初为了身心障碍者方便学习 拟出的北新计划 但却因为少了配套 匆忙上路问题一堆 中天新闻郭宪阳 薛永豪 台北报道